What the f**k 好大太陽121號好大太陽 好大太 哇 新iPhone錄影好高清 神經病 噢噢 沒事發生 呃... 我被打死 呃 怎麼辦 我好久沒出片 我過氣了 兩個月 怎麼辦 滑鼠 我好久都沒有 沒事 沒事 幸好 怎麼辦啊 好久都沒出片 怎麼辦啊 好久都沒出片 打死你了 沒錯啦 今天是這個2022年1月1號 我終於拍片了 哈囉大家好 我是個人 這兩個月沒出片我表示 非常之 好 那至於為什麼我消失了這麼久這兩個月沒出片呢 其實就是因為 那究竟為什麼我這麼久都沒出片呢 就是因為 我懶 所以沒出片 OK 為了讓大家看看我這個2021有多快 雖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讓你們看看我2021年過得有多 廢 但我還是要讓大家看看 現在我想要看看這個2022 2019年我究竟出了幾條影片 我2019年總共是發佈了49條影片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我這個2022年 是YTB人員最好的這一年 發佈的影片 1 條 為什麼我2020年影片比2019年更多 是什麼事啊 在預期中是反過來 OK 現在我們要這個年代現實 我們來看看垃圾2021 我究竟出了幾條影片 一條 兩條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 十六十七 2021年那天我出了17條影片 2021年我出了17條影片 就是說平均我21天出一條影片 就是三個星期一條影片 其實差不多 我真的平均三個星期一條影片 不過現在是我六個星期沒出影片 2019和2020年我都有40條影片以上 而2021年我20條影片一半都不到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其實都是我懶 而我還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我整個2021年基本上都沒怎麼出過片 只有2019和2020年40條影片一半都不到 那2021年很廢 沒錯了 所以我打算 我現在要訂一個新的目標給自己 你們看到了嗎 你們看到了嗎 我現在就希望2022年我每月挑戰出兩條影片 OK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說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我剛剛就看了索拉 她說這個 2022年就希望可以每個月起碼出一條影片 我今年呢就想挑戰每個月都出一條影片 然後呢就可以回歸youtube 然後用我的view數上回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其實呢 那個挑戰是我會發出來的 然後我說每個月出一條影片 我現在挑戰 更加厲害 每個月出兩條影片 沒錯啦 所以總之 2022年第一條影片 就是一條垃圾 大家現在看到的影片 然後我就訂了一個目標給自己 希望我每個月可以出兩條影片 希望我會成功 OK 如果失敗了的話呢 就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懲罰 你們之後可以再留意 我都不知道有什麼懲罰 OK 還有鎖 一個月要出一條影片 好了 那這堆廢話就到了這裏 好啦 沒錯 總之 新年快樂 新年 新開始 各位再見